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好 我還會這樣運鏡耶 哇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集 你要賣多少 是不是很久沒有看到你要賣多少 有沒有一點點興奮的感覺 我也有一點興奮 說明一下 為什麼 我們這麼久沒有拍 為什麼 太多車了 對一半 對一半 這個年底在清倉嘛 前一陣子車太多了 400台 清到現在剩可能200 搞不好不到 好爽 變很空耶 你知道那種舒服的感覺嗎 你知道少租一個停車場 一個月少多少租金你知道嗎 多少 至少少了三四十萬的租金 很多耶 齁 我現在一個月多四十萬 我都不知道在幹嘛 你知道嗎 這有事啊 降低成本啦對不對 車輛不要那麼多 不要那麼辛苦嘛 我們沒有那麼大的野心 乖乖穩穩做就好了好不好 這一集雙爆點 除了很久 睽違已久的你要賣多少以外呢 我們終於迎來了這一天 去啊 為什麼會有這個啊 他走了叫什麼 一去啊 一去啊 換你啊 還有什麼 東西掉了叫什麼 落去啊 還有什麼 馬子 怎樣啊 換你啊 還有什麼 你馬子 馬子打 炮 打炮 馬子打炮 沒有 用去啊 用去啊 輸去啊 輸錢 歪掉叫歪去啊 歪去啊 東西壞掉了 壞去啊 壞去啊 東西臭掉了 炒去啊 炒去啊 欸怎麼都不好的啊 鬥去啊 蛤 倒了啊 鬥去 欸都不好的耶 來我們來想 沒有一句好的 怎麼樣是好的 才不會被人家告 快講 快講 病好了 好去啊 好去啊 好病好了嘛 好去啊 那叫什麼 去啊 這兩個字很難有好的耶 對啊 講起啊 本身是好的啦 哦 那你講的 我也是沒有這樣 我倒是沒有這樣子講 哦 沒有 因為我不知道 我沒有研究嘛 那今天來到現場是 2016年的 Kia 奇亞 他這個應該叫Karen's 什麼意思啊 Karen's 就是他的車型啊 沒有意思嗎 我怎麼知道Karen's 什麼意思 你真的認真 要問我MX5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啊 他的車型就叫Karen's啊 那今天來的是這個 1.7柴油的版本 他當初有好幾個等級啊 從最陽春版 好像八幾萬到 最頂級版要超過100萬的定價 我剛剛查了一下 我也是剛剛查 不好意思 第一次買 沒有買過 第一次估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 就跟觀眾朋友一起來 開箱 嘗鮮一下 再來看他怎麼估 那為什麼要估這台車呢 欸 跟朋友們要留言 啊 叛變了啦 小獅沒梗了 現在連韓國車都哭了啦 原本有要訂閱 現在退訂了啦 我原本有訂閱小獅友老本 我就是看他不買韓國車啦 沒想到他墮落了啦 不是我基本上 我是不把錢當權對不對 我是把 我是把錢當空氣 你知道嗎 不行 昨天生坑那個味道 現在還有耶 有沒有 燒起來 對 你沒有聞到空氣中 有瀰漫燒焦味嗎 沒有 你 你壞掉了 我壞掉 壞掉了 昨天我家 你真的壞掉了 昨天我家 那他瀰漫的燒焦味 飄這麼遠喔 什麼飄 飄到台北市 飄到新店去了 你拜託 電池的味道 我不知道好臭喔 現在還有 現在你有沒有聞到燒焦味 有嗎 有燒金子的味道 不是 那是昨天火災的 你是在 你們這些年輕人 這麼帶旁邊就壞掉了 好來看一下吧 車頭喔 當初他等級是稍微高啦 我記得是88萬左右等級的 我去查的 我沒有記 我剛剛才翻書的 不好意思 ごめんなさい すみません 剛剛才估的 他這應該是在88萬什麼科技版 尖端科技的結晶 道槍不入無所不能 出現在這個無奇不有的世界 你知道我講什麼 不知道 那你笑成這樣還壞有 他要有霧燈啦 等級比較高要有霧燈 這個燈有點像什麼你知道嗎 Sienta 喔有耶 有沒有有那種Sienta感 有有有 欸日本都念Sienta 真的喔 我有追蹤那什麼 台日浪樹毛 你知道你有看過嗎 我沒有 台日浪樹毛就是一個住大阪的台灣人 他拍他的家庭生活 很溫馨耶 你都沒有 你都不看溫馨的 我只有看北海道女婿 喔北海道女婿 喔有有有有有有 不是耶 我看的是北海道是一個台灣的女生住北海道 我是看一個男的 然後他會禪學啊什麼的 對對對 冬天的時候 對啊 啊偶爾還看他那個露營嘛 女生露營啊 會用個鐵桶然後燒水在裡面泡溫泉 為什麼我沒看到這一泡 你沒有看過嗎 多 吸收一些露營的嘗試 跟姿勢 以後我們要改型 對不對 要轉型 欸怎麼會講去哪裡 Sienta 我先看一下 我好久沒沽車了 不太會沽咧怎麼辦 22年第八週 那不行了 已經兩年了 這個是一個家庭房車 為什麼要沽 因為車主來跟我們換 想要跟我們換奧德賽 他有七人座需求 這個是七人座的嗎 欸 這沒有七人座嗎 我搞錯了 他這還沒有七人座 我以前 買過舊款的Kellers是七人座的 現在這個空間 然後兩個椅子 對 他後面會多兩個椅子 那這沒有七人座 我搞錯了 搞錯了 我跟妳講 我剛剛研究 他 如果七人座應該要有車底行李駕 所以這還沒有車底行李駕 所以他這沒有七人座 他跟我們換七人座 換奧德賽 拍一下Kellers 不會拚對不對 雙出圍館 Kellers 說真的 你在路上有看過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這個車 人家像韓國車坐得那麼好了 我不知道 我沒有研究 我知道他很棒 但我沒有去研究 總共不多看我一眼 好 那外表 先看好不好 太久沒骨車 順序有點搞錯 應該要先看跑幾公里對不對 我真的太久沒骨車了怎麼辦 要看他螺絲有沒有轉動嗎 有沒有 哇 這裡也受傷 不是 你剛剛是打算教我怎麼骨車是不是 沒有沒有 提醒你 哇 欸 出師了啦 不如這樣 我來 不如這樣 我拿攝影機 你來骨 這一點點 這摩托車碰到 後面好像就還好 好 外觀 基本上兩三處小小的傷痕 那我們看內裝 順便看一下跑幾公里 欸 有IKEY嗎 沒有 不要想太多 2016年 這HANDORU很帥耶 HANDORU啊 這應該是自己弄的啦 對吧 不錯耶 有用心耶 這應該不是原來的吧 這應該是自己貼上的 我不知道 反正有車主應該會跟我們講吧 我是覺得看起來不像 不過你看他這個椅子的 這個硬挺程度 這個黑色車紅線的椅子 還滿挺的 看起來里程應該是不高吧 8萬 欸 不多啊 欸 其實還不錯耶 它這個是柴油的 你知道嗎 真的喔 發動起來沒有那種太 沒有很吵 對不對 沒有那個很大的柴油聲對不對 有的會 貨車那種 欸 沒有耶 我再拍一次 滿安靜的 而且滿穩的耶 而且還跟我說Goodbye 東方不敗 Goodbye 說Goodbye 不然眼淚流下來 System check 發動真的滿穩 滿穩的 你看這個都是 真的耶 金屬踏板 上面還有Key啊 高檔 還蠻穩的 我覺得引擎狀況還可以 來打一下倒檔 看看它的顯影的狀況 好 我覺得是那個年代的顯影 對 不能要求人家太多 中間燈是紅色的 關起來比較亮 有 對 然後儀表板是白色的 高反差儀表 四個環 清楚明瞭 左邊是轉速 兩個大的 左邊轉速 右邊時速 中間兩個小的 最重要的 油表跟水溫 然後中間一個資訊窗 簡單明瞭 沒有天窗 還不錯 為什麼這個 這放底的嗎 那是放什麼的 我不知道 這眼鏡 小眼鏡 老花眼鏡 眼鏡 小眼鏡 遮陽板 有沒有燈 好沒有燈 這邊遮陽板有沒有燈 它的怎麼可以那麼凹啊 沒有燈耶 都沒有那個燈耶 什麼東西那麼凹 它遮陽板可以整個好凹耶 因為它這裡有做 做一個凹 它可以這樣子耶 不是每個都可以嗎 反正每個都可以是不是 你是很少在用這樣嗎 這樣板可以這樣你知道嗎 有的可以這樣子耶 再拉出來 可以啊 它這個不行吧 它這個不行 有的可以 我記得 這一拉整個這樣板就下來 米色天篷啊 天篷狀況看起來還OK 沒有它吧 我最喜歡看到車有貼貼紙 為什麼 因為代表有小朋友啊 有小朋友比較好嗎 開車不會快啊 不會快 對啊家庭用車是最好的啊 來來來 看小事長姿勢 好久沒有長姿勢了對不對 又被你 所以我上次就跟大家講過了 你在賣二手車 你在自售的時候 你就要多做一些這種 比較暗黑一點說法 就誤導消費者 以前我們在賣二手車 有些工業在自售 有些美角心法 就是這樣啊 自己貼HelloTT貼紙上去喔 或者是 車上放一些龍毛娃娃 對不對我之前教過高跟鞋啊 想起來了 放聖經貼蓮花貼紙啊 你貼一些迪士尼貼紙 你還不能貼太老的呢 你如果貼小叮噹 蠟筆小新 那個都太老了 人家一看就說 看現在小朋友 怎麼可能在看蠟筆小新 你還是要貼比較符合現代 現在的小朋友要看什麼 那現在有什麼 Serve Shark啊 不是啊 那個叫什麼 Baby Shark 啦啦啦那 這裡嘟嘟 Baby Shark那種的啊 有嗎 小虎嘛還可以啊 小虎 寶可夢應該還可以吧 現在寶可夢應該很 也很熱門吧 寶可夢應該可以 那一大堆人我都看不到 大家去Serve 好 一大堆站到後面看 到untz 哇你有沒有看過 怕台語啊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場景 有啊 我不知道那在幹嘛 他開心就好 怎麼講到那邊 所以你要賣車的時候 有時候留一些些小小的瑕疵 你不要以為要清的乾乾淨淨美容的毫無瑕疵 讓你在看車 人家看你沒瑕疵反而心裡還覺得很奇怪 怎麼可能一台車沒有瑕疵 沒有安全座椅的印子 想辦法把它印兩個椅子 拿重物壓出兩個印子 沒有安全座椅 也不用那麼麻煩 你直接幹一個安全座椅在後面就好啦 你像我如果沒小孩 我沒小孩 我如果要開車出去假裝自壽 我就故意拿一個安全座椅 用到後面的 好然後他這個後座啊 三個是分離的 所以他可以做一些調整 好比如說中間可以翻起來啊 兩邊一邊可以翻 因為他可能要對應他的七人座版本 所以他椅子後面都是做獨立式 應該是這樣啦 我也猜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買過 後座出風口還不錯耶 16年耶 後面還有一個那個點驗器 而且人家地圖他都沒偷有網子 你看人家就有留一個 那個是什麼 香水喔 那個是指甲油 沒有啊 看起來好像是點七的 那另外一罐呢 也是點七的啊 我本來以為是指甲油 可是這個顏色是藍色的耶 也有藍色的指甲油 可是他寫Beauty耶 眼鏡拿下來怎麼回事 他寫Beauty 我眼鏡太髒了 眼鏡太髒了 對所以有點模糊 看不清楚是喔 對對對 一桌衛生紙 衛生紙團 感覺觀感不佳 然後後面看一下 所以他後面原本七人座的關係 他現在沒有七人座 後面空間就真的蠻大的 後面還有好大的這個 這是什麼 他這要遮什麼啊 為什麼他是透明也不能遮陽啊 他小朋友 我跟你講冷氣不會跑到後面 是喔 因為他是透明的 你看這很像安全紙紋那個有沒有 安全紙 我比較覺得是在遮冷氣 因為他透明也不能遮陽啊 也不是那個網子在遮蚊子啊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是在遮冷氣 這邊還有一個點煙氣喔 不錯耶 然後後面這邊有做一些Coke-up 這可能會給後座的人 那時候 這個是 濾網 空調濾網 還有什麼氣球 這也是在家 還有氣球 看這小朋友的車啊 對不對 這個板件順便看了 貼紙 螺絲都沒有轉 那我們現在開始下一步看板件啊 我還記得啦 怎樣 我雖然沒有孤車 你知道我現在沒有孤車到什麼地步嗎 到什麼地步 我家鄰居的車要孤啊 就上次有一個私訊粉絲頁說 我要孤車 我住在木柵 我說木柵來 我走路五分鐘就在他家了 真的喔 然後說那你要來嗎 我說沒有我叫採購區 你看我多懶 我跟你講我出去買車都比較貴 觀眾朋友這樣一路看我去收車 我真的對價錢真的有時候太隨便了 不是說我們 不把錢當錢你知道 我們是把錢當空氣再用 再呼吸的對不對 但主要重點是 我這個人喔 做事情很 很講求速率 7788啦 欸 就大概7788就好 喔 所以喔 而且講到7788 檳榔層 LINE貼圖已經上市了 好不好 請大家到LINE上面 把這個檳榔層貼圖買起來 那很多人說 為什麼不出有聲版的 有聲版的不能做 因為有聲版的要LINE來邀請我們 我們才有辦法做有聲音的 沒有紅到那邊 所以LINE也不會來邀請我們 不然這一次大家把它買爆 等到我們夠紅了 進入排行榜了 他就可能就會來邀請我們 喔 喔 好不好買起來 好工商結束 看板件 好螺絲OK啊 這貼紙為什麼真的沒有貼紙 世界沒有你 已經和眼淚說好不過 欸沒有啊貼紙在哪 欸韓國車貼紙在哪 啊後面有啊 看為什麼真的沒有 欸真的沒看到 啊看螺絲啊 沒有貼紙看螺絲 來來來來燈來一下 嗯 好 沒轉 欸等一下那時候就有雙攝鋁圈了 雖然他這個有一點像變形蟲 我不喜歡像葵花 打開就 disconnect 有喔這個聲音感覺有些車在外面就這個聲音了 對所以他把它包起來包的還不錯 你看前面又有貼紙 啊為什麼 門沒有 沒有看到門的貼紙 對啊葉子板也找不到 喔葉子板螺絲前面只有這顆耶 看起來其實是ok的好不好 反正這個我們應該到時候也是有換車 應該也是上去拍賣吧 如果跟我們換車的話 回去 這是什麼 大家好 我是Janny 蛤 那是Janny喔 這不是Janny嗎 我剛剛以為是林志玲 我是謝宜芬Janny 萬歲牌堅果那個喔 對啊 萬歲牌堅果 這支是什麼 燒拍的 欸 不是耶 小朋友啦 噢 需去武器走啊這樣喔 哈哈 這是輕的喔 這不是打架重的喔 這是很輕 紙板的 你摸摸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武器 棒棒懲罰你 不過這個拿來當武器 其實應該也蠻痛的 這怎麼 不痛 會喔 你手來 大力一點會 會痛喔 這好用耶 隱藏殺機耶 藏於鄰居之中耶 對啊 警察抓到了奈何不了你耶 對啊 這是旅館 你看 旅館一碗多少 旅館好多喔 真的耶 旅館 旅館 旅館啊 你知道沒有啦 我知道啊 SOLO 不要再弄了 太久 太久 鈎車 那個棒子很好玩 有買到的時候把它留著 好 剛剛玩那個棒子東西和螺絲 都沒轉啊葉子板都沒轉啊 這個顏色怎麼那麼 生鏽 這個換 不影響門不會動 你可以只換這個分段器 就跟家裡的門的那個 這個拆掉不用拆門 你只要把門板拆下來 裡面轉下來這邊轉下來 你就可以換這一段東西這個就是纖維器 那時候你看這邊還有做這個 難怪隔音那麼好 裡面有一塊膠 泡棉海綿 都沒轉啊板間都原來的 那我們就回去那邊 回去前面稍微理清一下 結論啊2016年的 奇亞 第一次估1700cc的柴油飲品 新車價格大約在88萬 里程8萬公里左右 四個輪胎要換大概有三個小地方呢 需要小小的做一下板烤 然後內裝的部分 我覺得整體感覺 氣氛都還不錯 引擎狀況 看起來也還不錯 那這個價錢呢 有點困難 我也是用推敲的 就看網路上人家怎麼賣 然後再看一下這個銀行的建價 看了一下銀行建價這個車 都建價三十幾萬 不是有權威嗎 權威上面就寫 比如說寫35 就代表在這個年份 這個配備的車可以帶35 他這樣算保值嗎 他三十幾萬 我不可能跟他買三十幾 這韓國車冷門車 韓國車 韓國車是不能造天書賣的 韓國車如果造天書賣的 絕對是中槍 唉唷 吵你去韓國的家 韓國車不能造天書賣 韓國車一定要退天書賣 假設他在這個天書上面 叫做權威車訊上面 如果是寫35萬的話 我預計啦 這個車應該會在25萬 再加上我在網路上看到賣這個車 大概他們出售都大概在三十萬左右 或三十多萬 所以呢 我那時候呢 我是跟他說這個車正常的行情在 20到25萬 好不好 那接下來就是看我怎麼去跟他 斡旋一下 看小師長姿勢來 你看喔 為什麼這個有一些車 有一些車行可以抄帶可以全帶 你看現在比如說這台車 假設他的權威車訊上面寫35萬對不對 就代表說你去拿著這台車 16年的Karrens這個等級 你去跟銀行申帶 他看了你的資料 因為銀行並不會來看你的車 所以你的車假設跑很多 或是有重大事故或什麼他都不管 你只要是16年的這個車 你就可以借到35萬 最少 真的假的等於你有行照就可以了 沒有就是車級 整個車級資料 這樣就可以了 就可以啦 他不會來看車啊 他只要確定你有這台車還活著就好了 你不能說車壓掉了拿資料去借 那可能比較難 那可能要內神通外鬼才有辦法 那正常來講他會拍一下 至少說回去交差說 有這台車存在 以前比較黑的時候 可以用資料就借錢 對那後來因為可能銀行怕了 我真的怕了 真的怕了 老期間 後來他們要拍照 確定這台車還在 問題是他跑幾公里有沒有事故 有沒有泡水他就不管了 你懂我意思嗎 就一律都借35 所以你看這個車為什麼 韓國車還是有一些 同行的朋友願意買賣 就是這樣 假設我真的跟他買25萬 我回來我就貸款可以貸35 那我隨便賺個8萬就好了 客人也是超貸啊 25加8 32 那可以貸35 那客人是免頭款 他連他的那個 保養費用 連他稅金費用都一起貸進去 可以貸到35 好啦這只是假設啦 好不好 我們現在客人也不一定要賣我們25 對不對 可是換車我們七七八八弄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來去跟客人研究一下 待會見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 給一千千萬 qualifications 晚安時就退縮 晚四了 晚四了 我跟你講東牆補西牆弄一弄 我跟你講換車比較好處理啦 坦白說 就是等於我就把新車的利潤稍微做一些補貼過來 那實際上呢 這個我們跟大家成交的價格在22萬元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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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K的 好 我們最後成交價格是22萬元 那因為要整理一些東西 那我再猜啦 到時候上去拍賣應該 小小賺一點點的利潤 因為人家應該也是用25萬下去東扣西扣 所以我應該還可以削一點點 小削啊 小削小削好不好 不要讓削啦 信削的朋友會來抗議啊 那今天呢 這一台2016年的Karenz 1.7柴油的 我們最後入手價格22萬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們的你要賣多少的節目 也請留言分享開啟小鈴鐺訂閱 下次見 好 不是 不是真的不是不拍 因為要有孤車才有辦法拍 好不好 真的沒有在孤車 第一 真的沒有在 很久沒有在買車 偶爾有外出啦 對啊 偶爾還是外出可以吃吃喝喝我就去了 沒有好處的事我不幹 唉唷 好啦訂閱啊 下次見 剛剛開始學講話 好可愛 三四歲才會講話 這個 這個 大雞晚提啊 你知道嗎 大雞晚提啊 就跟我大雞雞一樣 比較晚才會提起來啊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Avair 環保、生活、科技、領導品牌